機場櫃台前 出國的民眾推著大包小包行李 排隊等候報到 春節連假第一天 桃園機場一早就湧現人潮 今天有提早到機場嗎 稍微多了大概半小時 那為什麼會想說趁這個寒假 趕快出去呢 想要去滑雪 不擔心疫情嗎 還好 解放過後迎接第一個農曆春節假期 加上今年過年有十天連假 出國度假的民眾大增 連假第一天桃園機場統計 入境人次約兩萬五千人 出境人次約三萬七千人 看準這一波春節出國潮 新宇航空也推出新航線 搬機正式起航 人員揮手送機 新宇航空推出首架A350廣體客機 二十號從桃園機場 首航曼谷航線 初期提供三等艙服務 只飛亞洲區短程航線 包括澳門 曼谷以及東京 每十一天 準備去哪 泰國哪裡 曼谷 我本來想說來搭新宇航空 因為疫情悶了將近三年 民眾出國過年 航空業者也搶搭 這一波出國商機展開新航線 進行楊仲強高一鑽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聞